那今天非常荣幸和新加坡K大学的著名教授 文永高老师 我们在线上做个对谈 那个先说一下缘起 缘起就是我上个月去了趟新加坡 对新加坡有了崭新的认识 其中最有帮助的就是新加坡最大 也最有影响力的这个华人自媒体 叫新加坡演 新加坡演的这个创始人贺力琴老师 我介绍了很多新加坡的情况 这个让我对他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 而且越来越认识到 就是新加坡对于第一个是这个科技 就给全球科技发展 可能会发挥更大的重要作用 因为基本上会成为这个中美两大科技节点 中间的一个关键性的枢纽性的节点 自己有很大的贡献 那另外一方面是这个对中国企业的全球化 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企业的出海浪潮 还是汹涌而来 但是出海当中如何能够真正的实现全球化 而不只是出海当中的生意 而是变成一个真正的跨国企业 就甚至我们一直在期待 也觉得有这样的机会 就是未来20年里30年里 可能会有一批从中国本土长出来的 能够真正全球化的企业 那这中间我相信 我相信新加坡也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跳板 也会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支持 所以就这两个话题 我们请来了文永高老师 来跟我们一起来做个对谈 文老师是新加坡工程院的院士 也是南洋理工大学的研究生院的院长 也是计算与数据科学的讲习教授 文教授在科技和学生领域都是成就斐然的 他把机器学习模型 应用于大规模分布式计算机系统的 原型设计和性能优化 这方面的开创性上备受赞誉 而且尤其是在绿色数据中心 技术研发和产业落地 属于国际领先地位 获得了多个的国际学术和创新大奖 其实我们也知道 听到这些内容 大家就知道 这个不光是学术和创新 也有大量的产业应用的需求 对吧 因为我们都知道 人工智能时代正在虚拥而来 其中的基础建设 数据中心建设 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步骤 文老师在这方面 是世界性的专家 所以我自己总结 就是非常荣幸的和文老师交流 因为他真的是我们华人的骄傲 然后这个贺利勤老师 新加护眼创始人贺利勤老师 就说呢 说为什么要跟文老师交流呢 尤其是大家知道 我们的背景是做这个科技产业 做科技产业的投资 和产业的协同这样的工作 那这个贺老师就说 说这个做科技的企业要到新加坡 第一个必须要拜登庙门 就是文永刚老师的庙门 所以我们就觉得很荣幸啊 今天跟文老师呢 一起来探讨啊 这个如何能够更好的理解新加坡啊 如何能好的更好的跟新加坡协作啊 那这里边呢 就像你开始讲的呢 这两方面对我们都意义很大 一个呢就是这个科技 一个就是这个中国企业的全球化 那我们这个先上来 我先这个有一个小的问题 请教这个文老师啊 作为开头啊 就是说因为我们以前的理解啊 这个说实话啊 从大陆对新加坡的理解呢 容易有点窄 因为我们可能更关注大多人去新加坡的总态 所以经常呢 大家听到的这个报道 就是这个 这个大陆的成功企业家 又移民新加坡了 对吧 但是呢 我这回这个去了新加坡才发现呢 说其实这个 有很多企业家就是从新加坡做起来的 做成功的 而且不发这个很高科技含量的科技企业家 那这方面确实在大陆上的介绍相对比较少啊 造成这样的误解 能不能请文老师先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事情啊 就是比如举些例子 有哪些这个好的企业 其实是在新加坡长起来的 那他们的这个科技含量如何 谢谢 谢谢那个王总的介绍 你肯定要赞了 我在新加坡 其实我本身是在中国读书长大 然后去美国读书 然后在2011年来到新加坡工作 一直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任教 刚开始是在计算机学院做老师 那后来大概2018年起开始做一些行政的工作 然后就接触了很多的这种 有一段时间我是在我们南洋理工大学 负责我们创业创新学院的这个工作 所以接触了很多这个本地的和以中国来的企业家 在新加坡做企业的这样一些经历 然后后来又去做跟企业界合作的副校长 今年开始去负责研究生工作 我们也很多接触了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科研人员和研究人员 其实新加坡在短短建国的这半个七十多年 其实很多的这些企业 其实它是由我们的新一代移民 从中国来的这种移民的创立的 比如大家都知道最典型的历史 新加坡历史上第一个Unican那个东海集团 C它就是由主要的创立者 就是由原来从中国大陆来到新加坡的第一代移民 这些第一代移民它来自不同的这些新移民 我们把它的新移民是指后来来到新加坡的这些中国移民 这是一部分 比如像我们刚才说的东海集团 还有现在比较聪明的Advanced.ai 称之叫Advanced Intelligent Group 他们也是由中国的移民在这边创立起来的科技企业 这是我们说的新一代移民 其实新加坡最早的经济发展滩飞 也是由很多的华人企业家能够驱动 其实有很多人也是从在中国大陆出生 早年来到新加坡创立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企业 其实在一定意义上说 新加坡的产业的发展 跟中国有非常大的这种联系 不论从人才 从技术都有非常大的联系 特别是最近这几年 可能大家看到比较多的 中国有很多的企业家来到新加坡 他们除了来到这边移民 他就是也会推动这边的科技的发展 以及他们把中国的这些先进的这种 创业的思维和创业的理念 以及他们这些非常有效的这种 创业文化给带到新加坡来了 我觉得这个是从新加坡角度来说 我觉得新加坡非常看重这些带来的价值 是 非常棒 非常棒 这个看起来新加坡还是一个创业的好地方 而且我听说新加坡 因为这个新加坡 还是有很强的科技优势的 所以现在好像是基于 在本土这个在本土新加坡 涨起来的科技创业公司也多起来了 是吧 对 对 就前面有王总说到说 新加坡科技创业是一个新的一个增长点 就是今年大概 Genobe有一个2024年全球初创企业生态系统 他做了一个全球的生态系统评估 新加坡农居全球第七 亚洲首位 所以新加坡的从创业创新的环境来说 应该在亚洲是第一位的 我觉得这一点是不能置疑的 然后我记得我2011年来到新波新加坡的时候 我当时非常surprise 非常吃惊 整个东南亚没有一架Unical 从新加坡开始没有一架Unical 看整个东南亚 往往谈到新加坡 大家会考虑到整个东南亚的辐射 整个东盟大概有6.5亿人口 应该是除了中美之外的 第二大的一个消费者市场 但没有一架Unical 2011年的时候 然后到了2024年9月份 光新加坡Unical是有28家 短短的十几年 新加坡的这个科技 这28家都是高科技企业 所以说在高科技创业 在东南新加坡作为东南亚的这种小导宝 已经形成了自己在科技创业着一个非常好的先例 然后去越来越多的这个东南亚其他国家的这个 科技企业也越来越多 明白 那这个是挺让人觉得惊讶的 说实话 因为确实大家都会觉得新加坡太小 没想到新加坡也一下引出了那么多的这个Unical 因为这个Unical必须要市场体量足够大才能诞生 对吧 但尤其您说的说 这28家都是这个科技企业 因为我们 我这个前面11年都在美国做这个科技投资 尤其投硬科技 我们的感受呢 就是说它其实还是要有科技要有底蕴的 它不是自己一共关起门来创业能创的 基本上要依托很强的科技实力 尤其科研实力 就是像南洋理工的这个科技实力相当的强 但是说实话 其实还有另一个大陆对这个新加坡可能认识不够的 就是新加坡的科研实力 对吧 就是大家好像觉得 一说新加坡都是旅游啊什么这些地方 虽然也知道南洋理工啊 新加坡科技大学等等等等 但是好像说什么地方是新加坡是全球比较领先 这个还知道比较少 您是这个全球领先的教授了 所以从您的角度 您觉得像新加坡在哪些科技领域 本身就在这个学术上就很领先的 OK 说到新加坡的科技实力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看这件事情 第一就是说 新加坡政府是一个非常支持科技的一个大政府 他政府对科技的投入非常大 新加坡有一个 每五年有一个全国的科技发展这个计划 就类似中国的基金委一样 他的每五年有一个计划 过去五年就是RIE 他的这个计划叫RIE 2025 RIE 2025他总投入是大概25个billion 就是250亿新币 如果除以乘以五的话 大概就是多少 一千多亿吧 一千多人民币的样子的一个五年的科研计划 而这个是相当于他GDP的1% 应该全球只有少数几个国家 他的RMD的科研创新的投入在GDP是达到了一个点以上的 我印象中不会超过三个国家达到这个点 所以国家对科技的投入非常大 因为国家对科技的投入它是有战略性的 所以他能够短期内在某些行业 形成一个非常大的这种critical mass 怎么翻译 就是他超过一个临界点 他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大的发展 我觉得这个是新加坡政府 第二新加坡他有几个 他有七家公立大学 其中的两家 他在亚洲排名应该是都在前四位 一个叫新博的 一个是我所在的南洋理工大学 按照2024年全球大学排名来看 在Claims High Education 大概我们两国家分别在亚洲排第三第四 然后在QS排名的话 我们一个排第八 一个排第十五 然后一个US News排名 一个是排第27 一个排第25 这两个大学在全球的主流排名里面 都是在Top 30 所以这两个大学能够积聚的和培养的人才 也是一个非常不可低估的能力 我觉得这一点很多 很少有这个城市 可以说能够积聚两个世界顶级排名的大学 我觉得另外一个城市可能是在 可能是在波士顿 有哈佛MIT 另外一个可能是北京 清华和北大 可能东京有两个 基本上我觉得全球不会超过有五个城市 它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这个全球排名 三十名以为大学 我觉得这个是很少见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其中在某些领域 像我们NTU它才排全球是前第一位 我们在2024年 那个US排名 我们大概有五项排全球第一 主要是围绕材料科学 围绕这个新能源 以及围绕这个动力 电子工程排第一 那我们也有像人工智能和计算机排全球第一 这样的专业 NUS也是equally 它也非常impress 就是说这些大学为新加坡的科技发展 其实起了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大的推动 就是说其实我经常是有一个这个类比 我说就看我们投入 我们NTU一年的科研经费投入 其实是相当于Apple每年的研发经费的 所以说Apple它是集中了整个美国的一些 最advance人才 新加坡基本上也集聚了 我觉得在亚太地区最多的人才 所以我们投入差不多 我们选人才也差不多 在这种意义上 我觉得我们两边的这种创新性 应该是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 是可以达到一定的可比性的 所以说第三个一个就是说 新加坡它有很好的科技人才政策 吸引全球的人才来到新加坡工作和学习 这个是由于地缘政治原因 就是说现在新加坡成为各方都比较 comfortable的一个区域 所以我们过去这个五年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才 从美国从欧洲从澳洲 从中国来到新加坡来做一起做事情 在这里产生碰撞 那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才在一起 我个人比较有信心 下面五到十年 这些科技人才在新加坡的碰撞 能够产生出新的更大的一些突破 是是是我也听说了 尤其是国际大形势造成的 现在很多的华人科学家都从美国回来了 那有些是回到大陆 那有些呢更希望有更全球化的 更国际化的这个环境呢 就会选择新加坡 包括甚至有一些原来一开始选择香港 现在好像也转到新加坡了是吧 对对有一些也从香港也转到新加坡 这是是所以这个确实是非常强的一个优势 另外我记得上次您说的一点也是很打动我 就是说您曾经拿新加坡和以色列做过比较 对吧尤其以色列呢这个前前两年宣传比较多呢 大家已经开始对以色列呢有了一些正确的认识啊 就是一开始大家觉得那是一个小国啊 虽然这个科技实力很强 但是太小了 但是像其实以色列的制造实力也很强 尤其是高科技制造 我记得这个文教授上次提到过啊 就是新加坡其实的科技制造实力也很强 其实不只是一个科研也有很强的这个制造实力 对对结果就跟刚才王总提到两点 第一就是说我从第二点开始讲 新加坡的Demask Manufacturing在历史上是很强的 在这个本世纪上个十年大概二零一年以前 新加坡的那个半导体特别是硬盘 硬盘的那个制造能力大概占到全球百分之二十三点六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比重 后来慢慢慢慢这些硬盘的生产转移到了台湾和东南亚 其实我们都记得原来亚洲四小龙 它的那个半导体生产的能力其实都是比较强的 后来香港和新加坡逐渐就找向了更多的其他的经济形势 像台湾和那个韩国它的半导体能力还继续在发展 现在新加坡政府在这一次我们下面进入下面一个R1计划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先进制造作为要去Revive的一个方向 所以政府也透露比较大去发展Advanced Manufacturing的这些Capability 这是一个就刚才你前面提到的一言就说 新加坡和以色列的比 其实这两个国家在科技上面比较接近 第一它是两个国家的这个教育和科技程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它有很多的高科技人才 但两个国家在科技创新面临同样一个挑战 就是它的本国的市场是不够大的 对 所以本国的市场不够大 它的创新创业模式一定是在本国发展技术 然后它的市场是在外部的 像以色列比较典型的就是它的市场一定是在欧美 因为它由于天能的它的属性 所以它跟美国的关系非常紧 所以以色列的创业公司它做大之后 它的大概率是会被美国公司给并告掉了 所以可能很多著名的案例 比如像mini-i 像mobile-i 像最近的被NVIDIA买的那家叫run.ai 这个做大了都会被美国公司 其实很多公司就是美国的投资 美国的以色列在美国的人回到以色列去创业的创业公司 虽然我一直在跟政府谈一件事情说 我们跟中国其实是由于我们的天能的这种纽带 其实中国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新加坡的高科技企业如果能够在中国找到相应的市场去落地 当然最好的人就是这些从中国来到新加坡出海 在这边创立企业之后把产品做好之后又回到中国去落地去面前一个大的市场 这有可能是一种在新加坡创业的是一个大的一个可行性的 因为我也注意到已经有一些这样的企业从中国出来在这边建立企业之后 又回到中国去做更大的市场 当然这种还通过东南亚现在除了东南亚除了能够去 新加坡除了能够去中国 其实东南亚自己本身的市场也比较大 这跟以色列不太一样 以色列它在整个周边全都被阿拉伯给包围 所以它没法在周边做生意 它只能回到美国 新加坡有两个出口 一个是你可以在东盟作为你的输出 比如像有好几家UNICON 它主要的市场都是在东盟 比如像Advanced.ia 比如像那个Royal这些主要市场是在东盟 那咋的这些都在东盟 还有一个就是说除了东盟这6.5亿人口大市场 中国还有一个13亿的市场也是非常近的 其实还有一堂大市场 印度 因为新加坡跟印度关系非常非常close 所以新加坡在这点它的 由于它地缘政治 它能够出去能够去打入的市场 会更多 所以这就我一直 我们在跟政府在高中说 我们就在新加坡 从长期来看 我们的这个科技创新的这个环境 是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环境 我们的政策如果能够把这些好的科技人 再信到新加坡 在这边建立企业 它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是是是包括那个就是这个我觉得文老师说到特别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它和这个以色列既有相似之处 也有这个差异性 相似之处就是科技含量都很高 甚至科技制造能力都很强 但是呢差异性的就以色列确实还是本土市场小一点 然后这个周边没什么市场 主要就冲着欧美 这个文老师讲 就是这个新加坡就得天度厚的多 有大陆 有东盟 其实也有欧美 对吧 因为尤其我看这个现在这个新加坡在美国的这个重要性 也在凸显 尤其是当大陆和美国的交流不是那么顺畅的时候 很多人说新加坡能够起到作用 这个最典型的就是那个TikTok那个CEO 周朱姊那个典型的新加坡人 对吧 这个大陆要去美国做企业可能就会有很多的障碍 那新加坡人出面协调 他就能够相对能够兼顾两方面 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例子 包括我记得去年的时候 这个Meta就是Facebook在中国大陆过过一场很大的 这个电商出海的这个大会 当时也请我去做Kino Speaker 然后那里面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案例 就是他们Meta都在重点扶植的算是一个成功案例 就是这个环保的鞋 他们的理念就是这个我忘了是几个了 三个还是六个塑料瓶就可以做出一个鞋来 回收塑料瓶做出非常漂亮非常时尚的鞋 环保而且呢其实是有很好的设计 所以它价格很高 在欧美的价格都是偏中高端的 然后那个创始人呢就是几个创始人 就是有新加坡有大陆也有美国背景 他们好像很多人这样都是这样 有些是这样那个文老一开讲的一代移民 大陆求学 然后呢又到这个美国有求学经历 或者新加坡然后也有美国的求学经历 然后创业呢选择在新加坡创业 新加坡等于是这个公司总部 但是呢又和大陆有很强的关系 它的这个制造啊什么这些东西在深圳 研发呀这个设计呀在新加坡 然后呢辐射的是这个美国市场 我印象特别深 我说这个真的可能是未来的这个 这个未来一代的这个科技企业 尤其是华人科技企业可能是这样的 这个这样的特征啊 这个文老师是不是也能看到 有很多这样的这个科技企业在新加坡在兴起 对对就是说越来越多的是我们看到的 就是说因为人才从全球来到这边 他他在这边啊 互相认识之后 然后在这边把从新加坡开始开始起步 其实有现在有比较多的这种啊 科技创业公司啊都是由这些 他的抠放的啊 就是说抠放的来源这个啊 硕士就比较比较diversified 这样的话他因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不同的科技背景啊 他能够啊由于这个这个多样性之后 他能够生存的这个啊 啊韧性会比较强 然后他可以去中国可以去欧美可以去东盟啊 啊所以可能会也要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新创企业在在新加坡的他有三个抠放的一个来自中国一个来自欧美一个来自东南亚啊 啊现在我们有也有看到像我们NTO现在最大的一家应该是新的应该是啊潜在的unicorn 他的创始人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啊他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就来自中国大陆的来自欧美在这里读书的 还有来自东东盟在这边啊生长起来的人他他能够啊啊这碰撞在一起就是就产生新的新的新的想法 嗯明白明白 所以我就基本上能够理解说为什么这个科技企业啊到大陆科技企业到新加坡要到文教授这拜码头啊 因为可能很多他的合作伙伴就得是文教授的学生 对那个牛牛大学因为我们是新加坡号称最大的科技技术型大学嘛 我们是全球啊只有两个大学中间那个词叫technological 全国全世界只有两个大学不是technology是technological 所以是全国全世界只有两个大学有中间这个词 哦那这个那这个区别是什么technological和technology 因为当时选择名字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会变成 我们不是南洋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其实我们原来叫了名字是后来在91年成立大学的时候 我们叫南洋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不过确实这个新加坡技术实力之强有点让我这个出乎意料 就刚才文教授讲的在排料啊在新能源动力电池啊 这个都是排第一的啊在人工智能中排到第二是吧 嗯对这个就是人工智能新加坡是我们曾经有统计 我们是应该是全球每百万人口里面 AI researcher比例最高的国家 哦这个这个这个非常非常非常 所以说我们人AI的人才是比较多的在我们新加坡 这个是全球而且新加坡政府也把这个AI作为我们国家 重发展的战略性行业之战略性行业 是是是是因为我原来在这个美国做这个科技投资 当时我们也是描这个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啊 但当时我们就做一个判断就是说因为很多的前沿科技要先从高效搞出来 然后再有人去做产品化把它推向市场对吧 那所以呢就是等于高效教授的研究成果就一定的提前量 你未来知道说哪个市场会好就可以看今天哪个地方高效教授更密集 对吧所以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分析呢就是说这个机器人 因为我们当时要判断说要去东岸还是去西岸啊 我们都知道很多人愿意跑硅谷啊 但是我其实是待在纽约 那原因呢就是我们就分析一下说这个这个也是好几年以前了 好几年以前了差不多十年以前了 我们分析说未来机器人产业在东岸还是西岸更繁荣 你就看说现在的机器人相关的教授哪更多 后来我们发现说东岸的机器人相关教授的数量 大概是西岸的一倍 因为西岸有斯坦普 但是东岸有这个MIT还有坎德基美龙对吧 所以后来我们就在这东岸 那现在也是发现说其实从机器人来讲 东岸确实更繁荣一点 那您刚才说那件事也很有趣 就是说那这个如果百万人口的这个研究学者数量 这个这个尤其是人工智能数量是这个新加坡世界最大 那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说未来在人工智能领域里面 其实新加坡发挥的作用还会更大 因为更多的研究成果 学生成果回来会支持更多的创业公司 是吧 对对对对对这一点其实是我们非常非常非常相信的 就是说新加坡这些人才培养出来之后 它不仅仅是推动新加坡本地的这个人工智能企业的创立和发展 它其实对周边对这个亚太 以及对全球的人工智能的发展都会有比较大的这个推动 就举一个例子吧 我们机器学院培养出来最优秀的人工智能的人才 现在是在湾区创业 它也创立了一家大模型公司 我就不说名字 大家知道的 他知道他很出名 他也创立了一家大模型公司 也融了很多钱 所以他其实是我们学校原来培养的一个博士生 他是可以一个人开了整个school 因为他一个人在NLP的顶级会议上发表的论文 可以照顾我们学院院所有老师的总和一个学生 我们有这种非常非常exceptional 就是非常突突的这种培养出来的人工智能的人才 那除了在我们这边 在东南亚 在亚太 他其实也会去到欧美去那边 参与那边的生态系统的建立和创业创新 是是是 那现在这个尤其在人工智能领域 基本上这个企业之争就是人才之争 是吧 这个前沿核心就是关键人才 是不是在是不是在自己这 所以那像这个 这个因为大陆现在对人工智能人才 争夺的非常非常激烈 是不是也有像中国科技企业 也跑到新加坡来抢这个科技人才的 对啊 这个这个就是新加坡培养的人才比较多 所以举个例子吧 应该是新加坡对中国的人才输入 是非常非常贡献非常大的 以前我在做我们工程学院管科研的副院长的时候 我们经常每年统计中国高等次人才入选 单一单一领馆 数字最大的是新加坡 然后还有我们留学基金委有个全球的那个智费留学生奖 它的那个单一领馆 单一领馆这个拓奖数最高的 也是我们新加坡 所以我们新加坡培养了非常多的人才 也为中国大陆的这些经济发展 其实做出了比较多的贡献 就举个例子吧 我们NTO在大陆有三万五千年校友 三万六百可能现在是 是非常大的一个校友群 因为中国的各地经济培养了比较多的人才 因为这是它显示大学 其实中国和新加坡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 这个双方科技合作的这样一个体系 就是说它有三个层面的合作体系 第一是国家级层面的这种科技合作体系 比如像有那个中心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 DCBC 这是双方常务副总理级别的一个合作平台 每年有比较多的合作 在这个上面还有 在下面有一个副总理级别的双边合作 就是国家级的这种审市级别的 大概有四个 有那个苏州工业园 这大家都知道三十周年了 有那个天津生态城 有那个重庆互联互通示范项目 以及后来补选上的广州中心制成 这是四个国家级层面的这个双方合作的 这种创业创新和科技平台 在这次上还有新加坡政府 于七个中国的省和直辖市建立的 这种经贸合作机制 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合作体量 分别是山东 四川 浙江 辽宁 天津 江苏 广东 七个省市的一个在这个经贸合作机制 每年也是有会开合作这个签约会 每年有比较多的合作 在此之上还有很多城市级别的合作平台 就说新加坡跟中国的合作应该是比较 比较全面 也比较深入 特别在科技 双边创新科技 应该是去年 李显龙去中国访问的时候 就说双方的中心关系提升到 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真性伙伴关系 这应该是非常高级的合作问题 所以他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合作体系 在这种意义上说 就说其实是现在进入一个非常迅速的发展的一个时间 和提供一个非常好的通道 对这个确实是很难得 就是这个 这两个国家的政府是相互之间是比较 这个深紧密合作的 和中美行政了一点小对比 尤其是这个中国要迫切的需求 去提升自己的科技含量的时候 那新加坡就更是变成首选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机会 那其实呢 我们当然一方面我们希望了解新加坡 另一方面呢 我们当然也希望去探讨说中心之间 或者是探讨说基于新加坡的优势 这个我们能做点什么 对吧 能够未来能够发挥的 如何能够发挥到更好 我记得当然呢 这个科技有了 这个政府政策也有了 人才也有了 那另一个肯定要想到的地方呢 就是资本 对吧 我记得这个文教授之前提到过 就是说其实新加坡在资本投资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有一个很好的环境 对对因为新加坡这个由于这个一个治理的机制 他就是说比较Pro Business 就是说他有非常好的法律 非常好的人才 非常好的基础设施 以及非常好的这个国际的连接这个纽带 所以他其实是整个政府是非常非常Pro Business的 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学校里做科研 然后我们会跟很多政府的这个部门打交道 然后每年这个部门都会有一个考核指标 另外就是他们会请第三方的这种这些audit公司来跟我们访谈说 这个政府部门是否在他的日常跟我们工作过程中体现出了 它是一个Pro Business的这种一种attitude 就是Pro Business怎么翻译 就是说对这个企业发展提供非常好的这种服务精神的一种 服务的一种精神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新加坡政府这一点我就做得非常好 在支持企业的发展 以及推动企业发展是做得非常好 它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这样一个机制和架构 我觉得在这种一种吸引了很多这种资本 来到新加坡去推动这些创业创新的发展 特别是成长期的这个资本 在新加坡应该是 算是就成长期的资本 新加坡是比较充足的 因为不仅仅是有这些自由资本 它新加坡政府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投资公司 是是是 所以这个现在看起来是还是有很多 可以合作的空间的 尤其是这个文教授提到这个Pro Business 我也是印象特别深刻 因为这个 这之前我跑过很多趟的苏州 尤其跟苏州工业园的很多朋友 这个交流过很多次 他们也是反复提及 就是苏州工业园受益最大的 就是得益于当年跟新加坡一起来联合建立的时候 有联合的人才培养项目 所以尤其是从新加坡输入了这个Pro Business概念 所以苏州科医园他们认为自己的成功 其实就在于说他们能够更市场化 能够不是一个监管者 而是一个服务者 真的是人民公仆 这个Pro Business的态度都做得特别特别好 所以我这个也特别认同 就是你只有一个好的市场环境 这个金融资本才有可能发展起来 要不然的话尤其是金融容易离前进 他反倒容易说到各种诱惑 一旦没有一个好的市场生态的话 很容易就很混乱 这个我们在很多的市场市场 也看到这种市场混乱性 不过您提到一个东西也很有意思 就是说在发展期 相对来说新加坡是比较强的 但是在初创期 尤其在天使和VC这方面 是不是新加坡还有一些 可以和比如和大陆合作来加强的地方 对就是说这一点其实是我 因为我在大学有一段时间 是管我们学校的创业创新的那个中心 那我们就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培养下一代的创业者 那我们就鼓励学生去创业创新 这个好像我看这个直播 有些是我们那个TIP的学员 在里面问问题 我看到他问题知道是我们TIP以前的学员 就是说我们就意识到新加坡在这个早期投资 特别是在A轮及A轮之前 新加坡的投资 这种VC这个层面应该是 跟欧美和中国比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 就是说这些资本的外在资本 在早期投资新加坡是不够很强的 但是新加坡政府股位非常非常好 就是新加坡的政府对这个早期投资的早期企业的政策和补贴 是非常非常慷慨的吧 非常generous 这个其实很多咱们以前以后 咱们现在国内很多城市 在这点其实是跟新加坡学了比较多的 就是说对着早期企业的这个支持力度 那新加坡有几个部门 我举个例子吧 像一般在新加坡如果是新创的科技企业 政府可以给你补贴到大概100到120万新币的 equity free的fund 大概500多万人民币吧 700万500到700万人民币的这种equity free 就是它不占股份 它就给到你让你启动去做一个企业 这一点就可以很好的弥补 就是说目前当然也有可能 就是因为政府有这个补位意识 把这个东西给做好了 所以造成这个早期投资 它不是特别刚需 像比如说我学生创业公司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我有几个学生创业 他们做的挺好的 然后他们早期也没有去找人农钱 就是政府给了他们75万新币 让他们启动了 他们就可以用这个boostrap起来之后 就可以把这个企业做到 大概二三十个人一年 也有能够去养活他们这些自己的员工 这样他才会继续进一步发展 这个就是说既有这个 一方面政府有补位意识 一方面就自由 就造成这个早期的这些投资 可能不是非常active 但随着最近比较多的这种 外来的资本进入新加坡 可能以后会有更多的这种早期资本的投入 明白 这个我觉得是文教授说到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 这个从西方的这个投资角度来讲 大致分成说先是最早期的时候是天使 然后在VC然后在PE 就是这个一接力棒一样向后传 那这个原来天使的说法就是所谓叫三个F Fu,Family,Flands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倒是觉得 这三个都不太合适对吧 你这个创业把家里人钱掏空了 把朋友钱借走了都不太合适 那这个Fu当然是就是搞笑了 但是你提到这个就很有意思啊 其实新加坡等于是由政府出面来做 这个三个F做的事啊 而且还不占股权 对对还不占股权 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 非常好的机制在这里 是是是是 其实其实我们因为看这个美国这些年 也是这个科技创新还是这个很很很 很发展的很快的 而且这个体量就规模还是很很大的 那他一个这个特点也是一样啊 就是他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他因为科学基金会本来是传统上 他这个基金的钱是给到这个科研项目的 当然他也不占 科研就没有公司啊 他也不会占人家股权 但是他后来这个大概就前十年啊 就搞了一个制度呢 就是说他有两期的这个基金 是可以给初创企业的啊 就是而且也不占股权 那初创企业第一期大概不到100万 第二期100多万加自己大概 都申请到200多万美金的钱 就是说我是一个初创企业 我就想把这企业做成 我是能申请科研基金会的钱 而且是不要这个不要不要这个股份 所以这个和新加坡很有这个 一曲同工之妙啊 对对对 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大陆要 这个中国要跟新加坡学习这方面啊 就是对初创企业扶植 别老都甩到这个家人朋友身上啊 应该是这个政府在承担那一部分 因为至少政府抗风险能力很强的 当然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这个中国也有一些这个经验啊 当然这个也是在不断在修正当中的 这个中国一个经验呢 就是说它是鼓励这个VC啊 风险投资来做投资 因为很多风险投资人有更丰富的经验 包括有更多的人脉资源 因为很多时候这个初创企业要成功 其实需要这些资源对吧 那么所以这政府呢 一直以来的做法就是我做母基金啊 这个然后呢 由我这个母基金来投资很多的 优秀的这个基金啊 我我听说现在国内很多优秀基金 也都跑到这个新加坡来 好像红山之类的 也都到新加坡来这个安营扎寨了 那现在新加坡有没有这样的制度说 由政府来出母基金来投资到好的风险投资基金里 来支持风险投资在新加坡发展 新加坡的这个国家的这个 新加坡有三个比较大的投资机构 政府控制的 一个叫大家都知道是那个大马西 一个是GIC 一个是EDBI 所以它是可能他们把它叫做母基金 那其实他们会做这些一些小的VC的LP 他们会去做一些小的LP 也有一些就是这些本地的这些VC 其实是它的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直接做它的LP 一种是叫那个co-investment 比如说我学生企业 如果他从这些政府 建政府认证过的VC农到了前 它政府会co-investment 比如我从这个VC农到一块钱 政府也会co-investment 可能一块 7.5到一块钱这个样子 up to a certain limit 它也就 这样也是一种政府的投资的一种形 一种形式 反投而且反投比例相当高 对吧 就是说甚至说我出一块钱 要求反投到一块五 而且呢一要求反投呢 甚至说要求这个企业都要在本地落地 所以很多人在开玩笑说 中国的VC呢都变成了各地的招商办 确实是这样 我们就说跟各地VC谈 他都会问说你要到哪 你如果要到别处我投不了 只能到我这我才能投 新加坡有这个招商需求吗 就是这个VC投的 只能在我新加坡投 或者投的公司必须你到新加坡来 就是说因为新加坡是一个city state 是一个城市国家 所以说你到这里就是在新加坡 你不会说你你不会说到了东市区投的 西市区你必须从搬到东市区 这个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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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 就是你在新加坡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因为他有一个比较大的 像大马西和GIC EDBIC他在海外投资 但他在海外投资呢 也就是在海外资产投资 他投资的资产 他不会要求你真的是搬到新加坡来 当然新加坡也有招商局 比如他的进发局其实是承担了 新加坡有个Economyembourg 大概类似中国的发改委和招商局的综合体吧 就他主要是到海外去吸引这些企业 到新加坡来发展 当然你来到新加坡 他会有给这些相应的一些支持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 就是这个小反倒变成一种优势了 对吧就是说因为如果大呢就希望什么都留在我们 在这个飞水不留外人田 都留在自己这 新加坡没这概念啊 我本来就是全球市场 因为本地市场就这么小 所以反倒这个优势 这个可能是确实 我觉得尤其是我们在 一直最近在这个一直在推一个理念呢 就是说过去的这个竞争呢是地缘式的 就是你在我这发展你那就没机会了 那未来的竞争呢是产源式的 所以在产源呢就是产业 为一个这个线索来组织起来的 对吧就是 所以呢就意味着第一个呢就说 未来的企业必然都是跨国企业 对吧你可能在研发在一个地方 你的制造在另一地方 你的市场在其他的地方 那么它很难都聚集到一个地方 即使是中国那么大 你如果全都放在一起 其实也是不见得是最好的一个方案 甚至我们就说那融资啊 这可能都是要分散 所以就反过来就变成说 其实呢这里面也存在一个 不光是这个竞争关系 也有一个是协作的关系 就是各自要认清了自己的优势是什么 对吧就是说那比如说这个中国 那它优势当然一个是市场 另外一个是制造 但是呢这个它的科研研发 或者说它的金融资本 可能就未必非得要全都自己来配齐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这个资本市场最近受到批评 也还是比较多一点 就是那这个可能在这方面 这个可能就有更多的协作空间 如何能够用新加坡的科技优势 人才优势 国际化的优势 包括甚至说资本优势 这个和中国的制造优势 这个市场优势来对接 可能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了 就是这个这方面这个 您看您觉得这个新加坡 有什么比较成功的一些 就能够用好本土优势 也用好这个中国大陆优势的 这个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们NTO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家 Unicorn企业 就是在新加坡成立 它是一家制造企业 但是它的大部分的制造 都在深圳 所以它在新加坡 SGX上市的时候 是打破了SGX 应该是市值记录的 这个是我们大学一个教授 在1998年创立的一家公司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历史 就是从新加坡的科技起步 但是因为这个制造业的供应链 在深圳觉得比这边强很多 所以它去选择在深圳去做这件事情 做得非常成功 这是1998年的一家公司 我们学校应该是最近比较成功的 就是我们教授创业 在那个自动驾驶领域的一个人 然后他也是在刚刚是在新加坡创业 新加坡发展到一定阶段 然后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这个生产之后 他选择回到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生产 这个供应链比较发达 所以他在应该是在江苏 也做得非常非常成功 所以越来越多的这种 特别是需要这种 先进的这种制造供应链 去给它支撑的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这种供应的模式 就是新加坡的技术 在这边做好之后 你要进入生产 进入这些扩充的时候 寻求中国的供应链的支持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渠道 是是是 这个我们也发现说 尤其是这个我在在美国做投资 就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因为他这个确实制造 也比较有空心化的这个问题 所以他就带来另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我本地没有足够优秀的制造人才的时候 我投资商也不敢投制造相关的企业 因为我没法判断 我没有经验没有支持对吧 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制造人才都在中国 深圳特别多 但是你和美国的这个投资没打通 所以后来我们就在提一个概念 我们叫做这个 manicaturing as investment 就是说因为这个其实很多科技企业发展的 就是文教授刚才讲的 很多科技企业发展的阶段的时候 都有一个如何 尤其是硬科技 还有都有一个 如何能够规模化制造的问题 如果甚至说制造解决不了 这个公司可能还会面临生死的挑战 就必须要解决规模化制造 那这个制造人才是呆在深圳的 但是呢 这个投资人 其实呢 我们说叫风险投资人 叫万证capitalist 但实际上风险投资人的一个天性 是要规避风险 对吧 就我不是去主动冒险 规避风险 那如果说我根本不知道制造可不可实现呢 我去投资 那当然风险就很大 但是如果说 我已经找到了深圳这个制造商 他确认能够帮我生产出来 那风险就小很多了 对吧 那甚至我们的 我们的做法呢 就是我们以前是有一个公司就是这样 它做这个机器人 做人形机器人 但它的制造工艺就比较复杂 它自己完成不了 初创结果 都说没有办法这么强的制造能力 然后我们给它对接到深圳 但是呢 这个深圳如果只是让传统模式 就所谓叫OEM 对吧 就是说你掏钱 我给你来做这个代加工 那这个呢 我们觉得有点不放心 对吧 因为这个 它没有责任在里面 反正你掏钱我给你做就是了 对吧 那我们就说能不能咱们深度绑定 我不给你钱 你来帮它做量产 但是呢 我们许诺等你量产实现了以后 等它能上市的时候呢 你用你的量产能力 帮它实现量产的能力 让它上市公司股份 等于是投资了 你的制造能力当然投资了 对对对 是说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 如果你敢帮它去做量产 那最起码你有把握能够做成 对吧 因为你是制造专家嘛 那你如果有把握做成 那我就敢投了 对吧 因为说明它是能量产的 对吧 所以我们就说这是一个很好玩的关系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 能探讨跟新加坡 有没有类似这个很有意思这样的合作 就是说这个把制造把这个研发 把金融资本能够结合得更紧密 这个就比如说像你一开始讲的说 这个新加坡其实在初创在孵化上 做的还是不错的 但是VC阶段呢可能需要更多的支持 或者说VC需要更踊跃 但我在想呢就是说 这可能是不是也是阶段性的 就是说这个VC阶段的支持 可能确实是跟大陆联系起来会更好 就是VC阶段很多 你初创期的时候可能有一个idea concept 你在新加坡来孵化很不错 但是到了VC阶段可能就需要 有和产业实际的对接 那可能就需要去大陆 去中国去和这个一线的对接 所以那是不是就甚至 因为咱们在探讨 就是说这个 现在咱们做的是 如何跟新加坡合作 我们希望把它做成一个持续论坛 那未来是不是我们不光能做成 持续论坛 还能做成这个新加坡科技企业 和这个中国的针对性的路眼 对接的这个场所 就让这个科技企业 新加坡科技企业更多的 能够和中国大陆对接 甚至我们反过来讲 你如果和中国大陆对接上 你的concept 中国有企业买账 那VC就敢投资了 对吧 因为已经有案例了 对吧 所以变成这样一种 就是像这个撮合平台一样 各方面资源能够汇集起来 中国的资源 新加坡的资源 甚至说全球西亚地板资源 能汇集 能够使得科技创新 能够更好的发展 所以我们也是看 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来做这样 我觉得刚才你说这个 idea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 我觉得比较有 我觉得比较有创新性 特别是对我们大学 教授的和学生创业 我觉得有比较大的这个吸引力 因为我们学校的这些创业的企业 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 我们当找出实验室之后 我们在这个制造这方面 其实是在新加坡 一直很难找到相应的这种能力 可以帮我们迅速地实现 从一到一把 这是很 在新加坡目前还是 成本是比较高的 在深圳 由于这个生产力的 这个 Wed-Funders Manufacturing 这个能力的供应链的水平 我觉得应该是很容易实现这一点的 所以我们大学其实也在 也在寻求 也在探导 在中国的一些城市 设立我们的研究院 就说我们通过 比如广州中心政城 就一个承担 目前承担这样一个平台的载体 就是说我们的学校的技术 已经做差不多了 然后到我们的中心自治城去落地 然后由广州的 在广州的那些VC去投入 然后再跟在广东 或者国内的一些大企业 去直接给他们对接 面临直接解决他们的问题 这样就可以 所以就说把两端的这个优势结合起来 新加坡的科技和大陆的资本和市场 它能够迅速地结合起来 这个是我们在广州中心自成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尝试的一个机会 目前应该是进入了一个看到一些初步的成果 比如像我们有一家企业是做石墨锡的 在那边就非常好的 很快的就找到相应的资本以及相应的客户就在那边发展起来了 对这个说起广州我们也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这个其实好现在快十年了 这个15年的时候我曾经推动 因为当时我1314开始在这个美国做Pentos 就发现说这个美国的这个科技 还是有很多一些原创初创型的科技企业 很多领先之处 那我们就把他们拉到中国来做对接 15年的时候我们带了11个往头的企业到中国来做路演 那其中三站北京杭州还有一站就是广州 而且广州就是它政府出面的 但是我们当时和广州和包括和工信部一起 他们做了一个叫引进国外中小科技企业试点单位 就是广州试点 因为当时中国的整个观念都是招商引资很重要 但是都是冲着是要世界五百强 那我们最早在喊说 其实全球科技壮心那个最前沿的地方 已经很多都不在五百强 而是在很多这种小科技企业里面了 所以呢这个广州就做这件事件 当时很遗憾就是因为你知道15年16年开始 中美就越来越这个科技战越演越烈了 这件事后来就停掉就无机而终了 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就是你看这个新加坡和这个广州做这种模式 我们当时设计模式就很像 所以说明这个很有可能是中美可以在中间 这个作用会越来越大 因为就很多是中美做不了的 所以现在反倒是中心是可以做的 而这个效果其实和中美可能是一样的 对对在一定意义上 我觉得这个为新加坡的企业和这个科技发展 就是说其实是带来一个比较天能的一个合作方式 包括这个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呢 就是这个就因为当时我们一直在探讨的 就是这个如何能够更好的去利用各方面资源 能够促进这个尤其科技创新企业能够更成功嘛 所以当当然一开始探讨的是中美多 但是实际上回头来看就我们讲抛开地缘的问题 如果从产业角度看呢 很多事情是可能中心做是更合适的 比如说这个我们曾经探讨过呢 就是这个美国您刚才讲这个创新 尤其是讲这个很多排名看US News US News里面的这个高校的这个Innovation的创新 这Innovation的排名和美国排名里面呢 它这个排名第一的不是MIT不是斯坦博 而是一个大学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对 它在好多年连续好几年排这个高校创新第一 然后呢这个当时我们去拜访这个亚利桑那州立呢 他们就介绍他们有一个机制特别有意思 它叫这个StarMill 这个像一个这个一个 就是我们说这个创新创业作坊啊 这个那它的玩法呢 它就因为这个大多数人啊 就包括中国现在还在鼓励说这个就是教授创业啊 因为因为你看这个科技是你的你就搞去嘛 但实际上呢美国它就是我们把它叫基督师创新 就个人要有自己专长啊 有强强联手来做 就是高校教授呢擅长是科研 对吧有成果出来 但实际上呢创新呢 它有一堆人呢 就是我们叫科技企业家 他擅长就是把教授的成果做成产品化 那这个这种时候呢 他的创业呢 其实因为他是专业的创业人士 所以他创业更容易成功 因为他懂做怎么做企业 怎么做产品对吧 那然后呢这个亚利桑那州立呢 就总结了自己以前 这个从高校这个Spin-off 高校分化车科技 那些科技成功问题也失败 他们就发现呢大多数的成功案例 90%的成功呢 不是由这个学生来创业来做的 而是由呢就高校出了成果 由外面的企业家 当然有些企业家也是学生 本校的这个校友 但是经过了社会的历练 有了丰富的经验 再回来拿到高校的这个科技的授权 然后去做企业最后获得成功 所以他们就发现说 其实由一个这个有经验的企业家 来做这个科技创新的 那个尤其产品化的事 产业化的事呢特别特别重要 10个有9个都是这样成功 那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一个这个机制 就他请了几十个这个企业家 就是尤其是成功了的科技企业家 有一定相关性 又有经验又成功过 来做顾问 然后这些顾问呢 他们自己呢也做了一个高校孵化器 孵化器里的项目呢 有些比较偏早期 像刚才讲说美国这个国家科学基金会 也是可以这个给这个创业企业钱的 那他这个创业企业设置的很好玩 他这不是分两期吗 他第一季的钱呢 是申请的时候呢 是允许教授当CEO的 但是有一个年限 就是教授你拿我这钱当CEO呢 你只能干一年 也就是说呢你可以骑马找马 对吧 因为你得先成立公司 别人知道你要做商业化了 我才会来 才吸引眼球 吸引关注 吸引资源 但是呢最终的目的 不是你教授去当科学家 就是除非要么就教授辞职了 你当企业家 对吧 要么呢就是我找到新的CEO 我辞职了CEO 你总的两个占一个 你不能两个都占 对吧 但是他的机制就是 我能让这个往下走 所以呢 等于是 因为有这个机制支持呢 所以等于是 亚历三亚周历呢 就是说 我有一个孵化器 我也能孵化这项目 我能孵化这项目 有很多确实也是高校创业 我也支持 教授创业 我也支持 但是我外面有很多的顾问 来就是已经成功的CEO当顾问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顾问觉得这项目特别好 就会去跟教授谈了 说我来做CEO好不好 我还带着钱来 对吧 我自己就投一份钱 我当天使 我还当CEO 对吧 那你就把项目交给我做 因为尤其是这个顾问 在边上看了一段以后呢 他就越来越知道 这个科技水平到底如何了 他也有判断 对吧 我觉得这个项目 科技安量确实高 这容易成功 我就会扑进来 就变成他撮合了 很多这样的合作 所以就是说 我们就觉得 这个可能是一个 蛮有意思的东西 包括其实有些其他的 像MIT这些高校呢 他没有那么清晰的这样模式 但是他有类似的东西呢 主要利用校友会发挥作用 就是他会把这个高校教授的成果呢 经常传播给校友会的 这些校友们 那些校友很多是成功企业家 他觉得这项目 他会找回来 他说这个项目你能能 我成立一个新公司 你把这个technology transfer到我这公司里来 我帮你做山岩化 所以就是都是类似这样的机制 就是咱们这个 新加坡有没有类似机制 尤其比如咱们南洋理工 也就是说校企的对接机制 和企业家的更好的对接 对 就首先我非常同意 你这个刚才分享的这两点 就是说学校的教授 就是说往往不一定 能够把这个公司 能够带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这个我是非常赞成这种看法 因为我也跟我学生一起创业 我觉得我可能把这公司带到 10个人20个人 我觉得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从外面他很容易能做得更大 这是第一点 刚才说到MIT 因为我在MIT读博的时候 就说其实MIT 可能大家都知道MIT的学生 或者学生创立的公司 或者他们学生做主要领导人的公司 它总共的市值加起来 是相当于全球第六的GDP 应该是超过加州的整个GDP 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我当时注意到 MIT最成功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有个叫 Entrepreneur Mentor System 就所有的很多校友 会到那边注册成 Entrepreneurship Mentor 那如果学生要创业的时候 他会去寻求这些mentor 去导师吧 去帮助他们去融资 帮助他们去早期设立这家公司 以及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NT新加坡 因为创业创行处于 还比较新的一个东西 而且历史上新加坡在科技企业 它没有太多的这种 积累下来的这些C1 去做这件事 这个我们看一下 这个新加坡总共550万人口 对吧 可能这个假设我们 以现代科技企业 从1970年代开始创立 新加坡刚刚进入 第一世界的时候 它还是靠传统的那些 第一代商人建立起来的一个主要的经济实体 那我真正的从互联网这一代起来 新加坡 其实我们还没有太多的 这些成功的 自己要不得有 他们还在做自己的事业 还没有到个泰尔来 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种 其实我们需要也试图在做 我们学校的创立中心 曾经是试图建立过一个比较强的 entrepreneur in resident 其实就类似这样的 他们是那些企业的高管 他们退休之后 到这边来做 来支持学生或老师创业 但是我们很难找到一个 非常体量大的这样一个群体 可能我们一次能找到十个 这是我们的 非常努力地找到了十个 而MIT 他随便发个email 才能找到一百个 两百个这样这样这样的人 这个law of large number 十个你成功的概率 跟一百个一千个成功概率 这就会有一个量变到自变的 一个相变的过程 所以我们目前还缺少 这样一个相变过程 其实最近我们学校 有一个新的旅馆 春夏聪的副校长 因为我合作比较多 所以我们 可能会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会建一些新的机制 吸引更多的 很熟的 比如说已经retired的 就是说那些科技企业家 他来到我们做mentor 这是一个 新加坡政府也在做类似的事情 新加坡的进发局 最近有个新的program 就是专门target到中美的 这种已经创业成功过一次 他希望你信任过来到这边 来跟本地的企业家重新 二次创业的一个 一个这个 轮采引进计划 如果哪位有兴趣可以回头 跟我一起 我可以介绍给那个team 他们专门有一个这样的team 他们的标准就是 你必须要参加创立过一家 好像有一个标准 比如说你这个用户数 要超过多少亿 这个就是说日火 DAU要超过多少 这个这个这个 他有一个标准 比如说认为这样的 可以帮助本地的企业家 能够一起来来推动这边 就是说这一点 其实不论从政府还是大学 他其实都已经注意到 这是一个可以复制的 一种创业创新的模式 我们也在也在 逐渐在进入这种模式 是是是 非常非常棒 这个尤心您说 那个也是非常有创造性 就是在中国成功过一次 企业家到新加坡 再来二次创业对吧 其实说实话 因为我们做投资数 也特别喜欢投这种 就是成功过的企业家 因为他新三三股都尝过了 下次创业的时候呢 他就会相对来说更有经验 就会更容易吃 就成功率会高很多 所以而且另一方面 就是咱们也说实话 我们因为做可以投资呢 其实特别强大一个能力呢 就是要预判 就是说因为你如果 风口来了 你在往风口里 抢那个机会就很小 但是你如果预判有风口呢 事先去布局呢 这个成功率就会大很多 所以就结合咱们刚才讲呢 就是现在看起来很有可能的 就新加坡真的是 下一个科技创业的一个小的爆发点 就是因为他有了足够强的科技实力 又有跨中西 跨中美的这样的一个地缘优势 包括产员优势 所以他很有可能有很大的爆发潜力 再加上他的环境啊 什么这些东西都是配套的 所以如果是为了这个做准备 那就值得去做很多的这种对接的尝试 包括为这个创业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 让这个企业家 尤其我觉得中国这点还是有点 还是不错 因为过去我们一说 就中国就改开往40年了 那40年里呢 我觉得起码是积累 第一代企业家呢 还是比较传统的 但是呢 在过去的20年里 从互联网开始 还是积累了不少 不光是互联网企业家 而且是科技企业家 有很多的这个科技型的企业家 甚至已经这个做的相当的 有规模相当大 这个包括像 好像麦瑞那个老总 也移民到新加坡了 跟麦瑞医疗里面很明晴 包括像戈尔升学 就其实中国也是出了不少 这个还是科技含量很高的科技企业 那这些企业的这个创始人 这些企业的高管 也可以其实跟新加坡 做更多的对接 这个扶植新加坡创业 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们的理解就是 新加坡的创业的本质 并不是新加坡创业 而是基于新加坡来 面向全球的创业 这个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讲 甚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可能基于新加坡 面向全球创业 甚至要比基于 中国面向全球创业 还更有优势一点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我们希望这个能够持续探讨的 就是如何能够从新加坡长出来 这个叫全球性的大企业 这也是就是说目前新加坡政府一个 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推动点 就是说这些 就是说中国美国 以及欧洲的这些企业 把新加坡作为海外总部 去推动它进入全球市场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桥导宝也好 一个切入点也好 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思路 特别是第一步 东盟它随着 虽然东盟它一个非常大的人口群体 6.5个亿 其实是世界第三代的consumer market 虽然它东盟国家比较多 它这个文化和这些都非常不一样 但过去十年 整个东盟的经济增长 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你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些东盟的国家 它的经济发展是找上了这个快车的 特别是由于新加坡的这个经济发展 它带来的这个spear over effect 对周边国家的推动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就举一个例子吧 新加坡 因为现在数字经济发展 第一要说需要有数据中心 但新加坡由于我们电力和地 和这个土地面积不够 我们没办法无限制的提供数据中心的 这个建设能力 所以我们在2019年 就国家提有一个这样的 就不再建新的数据中心了 直到去年才新开了80兆瓦的数据中心的 那个license给市都 在这个短短几年中间 就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就产生了非常多的种数据 就带来了它的数据中心的大幅度的发展 最简单的就是整个马来西亚的新山 去年一年新增的数据中心的 总批准的装机容量是接近1.4 gigawatt 1.4 gigawatt是什么 几瓦 这就相当于整个新加坡全国数据中心综合 而这只是马来西亚一个州 同样在巴旦岛 同样在马来西亚的那个首都 不是在印度尼西亚的巴旦岛 印度尼西亚的亚加拉首都 它的数据中心增长也是非常之快 所以带动整个东盟的数字经济 也增长非常之快 这些由于新加坡经济增长的这种溢出效应 推动了整个东盟的数字经济向前发展 所以其实在一定意义上 我们觉得由于新加坡数字经济发展 会对整个东盟的数字经济发展 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对 确实东盟是一个 也是中国特别关注的话题 因为现在中国的出海 很多都是集中在东盟 只有我到新加坡也发现 新加坡真的可以说是东南亚的一个锚点 因为很多人想要往东南亚 当然也有直接过去 有直接去越南 直接去柬埔寨 但是你如果想覆盖多个国家 你可能还是以新加坡为总部会更理想 要不然你去越南 你去辐射柬埔寨就很难 但是新加坡各地都可以做到 所以我们也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说这也是一个对未来的一个重要判断 就是当中国开始做全球化的时候 我们你知道中国国内有个词 现在特别热 叫内卷 就是大家竞争越来越激烈 利润越来越低 都感叹自己活不下去了 那我们就发现说 现在不是内卷 是外卷了 都开始往外跑了 而且往外跑也开始卷 那其中一个卷的现象 就是说一旦有一个业务 在某个国家做起来了 旁边就会有人想 这事我能不能引入 我也做 所以你如果不是迅速在多个国家铺开 还是像传统模式一样 我先做一个国家 再做第二个国家 你发现做完第二个以后 第三 第四 第五都没机会做了 别人都给占掉了 所以我们要再喊一个事情 叫做全球同步化 就是说你要想做全球化 你不能像以前一样 一国家 一国家慢慢进了 你要一个整体战略规划 这么多国家 我如何能够同步快速进入 这个现在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话题 尤其你在东南亚国家同步化 可能新加坡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 但是反过来讲 可能也对新加坡如何更好地支持 中国的全球化提了一个需求 就是你能不能在新加坡 汇集各个国家的资源 使得我中国企业想要全球化的时候 我为什么有意愿到新加坡社总部 因为你可以帮我同时进到多个东南亚国家 而不是一个 就这方面新加坡有没有一些成功的经验 或者先例 这也是新加坡政府非常支持的一件事情 就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就政府对我们去整个东盟发展业务 是非常支持的 比如一个startup 他要去东盟其他国家去做业务的话 政府不但因为政府提供多方面全方面的支持 第一政府会给你钱 比如说你去一个城市 在那边发展业务 你在那个城市的集中经费是由政府出的 这是第一 第二政府在那边会有 EDB会有一个办事处 就相当于比如说我们 那个办事处就是你的娘家 你到了那个地方发展业务 那个办事处会帮你介绍业务 会帮你介绍当地的人脉 介绍当地的这些 他都帮你安排 这个是政府在那边设立的这些相应的机构 为新加坡的企业进入那些地方去发展 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支持 他这个不仅仅在东南亚 他其实在全球 可能在美国有三个城市 有这样办事处 可能欧洲也有几个城市 但在东盟 包括在非洲都有 因为我学生那个创造公司 曾经非洲有国家 他对我们那个技术有兴趣 所以他也是通过那个 不是那国家训练 是那个我们的 我们EDB对于那边办事处 发现那边对我们的技术有需求 他就回来找到我们说 这边有客户对你们在这个 技术是有需求的 所以你们要不要 有没有可能跟他们做 你是还有一个非常小的国家 这个国家只有几万人口 不几万人口 可能施加十万人口 当然也是拉丽美洲 是那个叫拉丽美洲最发达的国家 巴巴多斯 我在以前都没听过一个国家 知道我们政府 回来跟我们说 这个国家的人 对你们那个技术有兴趣 想跟你们合作 那我坦白就把我们介绍 给那个巴巴多斯的总理办公室 说这个我们新加坡企业 可以到你这边做这些事情 明白明白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说确实呢 比如说这个中国也会有使领馆 做类似事情 但是总的来说呢 我觉得坦白讲呢 效率还是略低一些 就是这个呢 可能新加坡会好呢 就是这个文教授一开始讲的 他这个pro business 这概念非常重要 就是你到各地 你那个办事处也好 使领馆也好 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行使政府职能 还是为了能够真正的支持 这个新加坡企业向全球扩张 这个当然另外一个 也是很有意思的话题 我看日本这方面 做的其实蛮不错的 因为我们看那个日本 就其实他现在 全球还很厉害嘛 他基本上40年以前 去做全球化 现在已经是开花结果了 那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他那个通产省呢 他会对全球的经济状况 做研究 每年出大量的研究报告 这之前我们以前 这个不太能读全日文 然后呢 这个现在好多了 就是因为有个人工智能翻译 基本上大智能翻译 有八九不离十 所以我们就发现说 它的覆盖范围极广 就说等于是 它政府每年花大量的钱 对各个国家的各个市场 做这个市场研究 而且研究的深度满深的 而且是持续性的 然后这些报告呢 都会免费的放在政府网站上 任何企业都可以看到 所以等于帮企业 做了很多探路研究分析工作 因为我们就发现 一些中国企业 在全球化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是盲目的 我也不做研究 当然也没有这方面研究给我 这个我当然希望 如果有免费的 我可能愿意看一看 也没有免费的 那最后发现就盲目的出去 会碰到很多钉子 就新加坡会不会也在全球 做这样大量的研究 有哪些是可以让中国企业 也能够借鉴到的 可能有一些研究 就是说 但应该没有形成一个 完整的这种机制 至少我目前还没有接触到 他们在那边有完整的机制 说在那边做一个市场电源报告 分享给这边的 可能内部有 但是没有 就是我们平时没法接触到 这些相应的报告 但是如果我们去到一个新的市场 它会愿意跟我们 像这个EDB在那边的办处 它不是实管的一部分 它其实就是一个商务代表 除了一些商务代表 都是这样的 但它主要的目的就是 跟那边的当立的企业接价 以及新加坡企业去那边发展的时候 它会提供非常好的这种各项资质 我觉得这个是我目前看到的 他们主要的工作模式 刚才有几个观众在问问题 我们对啊 可能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自己的问题 对对对 我回答几个问题 我看这儿有一个问题是说 请教文教授 这个新加坡的创业企业 如果获得了风投的话 政府是会补贴吗 还是会跟投 会跟投多少钱 就说它是有两种 新加坡政府就说 其实在你没有获得企业 没有获得风投之间 它就会给你一些补贴 当你在融资的时候 它会跟投 当然它希望你投的是那些 给你投钱的是那些政府 事先credit的这些VC 它大概有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有个16个这种VC 16个VC的一个名单 如果你的投你的VC 是在那个名单上面 政府会有一个1比1的跟头 当然up to a limit 我记得忘了是 就说对Aron的话 可能是有多少到150万 还是300万 我忘了它有一个上限 没关系 这个还是很理想 就非常理想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很多 新加坡的本地培养的人才 但实际上现在新加坡 对全世界吸引力也来强了 但有问题 是新加坡演的用户的问题 说是不是可以理解说 理工科毕业生 在新加坡好找工作 我理解就是说 我是中国毕业 或者美国毕业 或者其他地方毕业 我到新加坡来 我是不是因为有科技含量 我是不是能够更容易落地 更容易能够 能够找到好的工作 能够更好的发展 对因为目前新加坡 本地的这些 就是说工作机会 还是比较多 特别是高科技的 这些工作机会 还是比较比较多一些 当然它因为 外国人到底要有一个工作签证 这工作签证是有一定门槛的 它有一个大概算奔机制 可能大家在网上有看到过 它有一个全球大学的一个名单 中国只有七所大学 比较容易拿到那个EEP 七所还是九所 我忘了 应该是C所 应该九所 就是C9少了一一所没有 应该我印象中C所 是C9 C9是少了一所 八所可能是 就是它有一个这样的名单 一般在那名单上 你找工作都还好 那还是有门槛的 对 对 还有另一个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讲说 可以创新 应该是一个完整生态 我印象特别深的 就是原来去访问 苏州工业员 去问他们的成功经验 他们部业儿童 提到了一个事情 就是说 当然了 就是中心合作 造成Pro Business 但是新加坡 但是那个苏州工业员 后来变成了 我们甚至可以说 叫中国的生物医药之都 原来苏州的生物 运不出出 那后来就做得很大 那他们就说 这有一个很关键 就是它引入 那个冷泉岗实验室 冷泉岗实验室 在那设立一个常设机构 那机构并不是搞研究用的 而是做会议用的 在每周都有会议 变成一个常设会议机构 为此 它这个新加 这个苏州政府 是每年给补贴 差不多100万美元左右 因为它只纯开会 那结果他们就说 这件事 对于它生物医药的发展 能起到至关重的作用 因为对 以前我如果创业去 我就远离了学术圈了 我们人工之中 现在也是这样 就是学术和产业界 紧密结合 如果一创业 离开学术圈 我就对这个前沿 就会慢慢丧失了解 那现在这个 我在苏州创业 我这个学术前沿就在这 对吧 因为天天开会 反倒大家往我那聚 很多人就愿意到那这样 所以就是这个新加坡 现在的这个 像会议啊展览啊 这方面是个省状 现在展规经济是一个非常发达经济 新加坡有两个比较大的 应该是至少有两个比较三个 其实有三个比较大的展规中心 就是你就我们看到的那个 有那个 Maren Bay MBS Convention Center 有那个 另外一个是在机场附近的 还有一个是在那个 CBD area 有三个 基本上每天都是有 有很多的会议在那边召开 就是在新加坡召开这些会议 政府也是有相应的补贴的 就吸引各种会议的到这边来 像您这个领域像比如人工智能 有什么顶级会议是在新加坡 来召开的呀 今年那个HWE的Conference on AI 就是在新加坡开的 这是第二届这个大会 就在新加坡开的 那确实很厉害 确实很厉害 所以这个我们理解 包括说这个 这个借助会展去对一个地方实现了解 是一个便捷通道 这个因为你来以后 不光是这个 这个看这个企业啊 跟本地人交流 而且参会那么多人都聚过来了 你能看到更多人 能够做更多的交流碰撞 像像我们这个以前就是 每年我们坚持好多年了 就每年美国这个最大的电子展 叫CES展 我们每年都会做个团 这个原来疫情之前 我们基本上每年的团 都到百人规模 这个大陆的创业者 投资人呀 企业家呀 一起去看 基本上是借助一个CES展 大概对这个 尤其叫消费电子的这个前沿 基本上就有一个了解 所以这个我觉得 这个不过我们想了解新加坡 我们也应该去找一个会展 然后我们一起来组织 这个中国的企业家呀 投资人 创业者 一起来看一看对吧 现场这个观摩 尤其是这个原来我们在CES展呢 我会带大家看一路讲 那这个下次我们如果说 到这个新加坡来 我们科技展可能就可以请 这个文老师可以面对面 这个面授更多秘密 这个分享更多成功的关键 所以如果说您来推荐 您认为说这个最值得这个中国来看的展是什么展 就有应该是就我自己会参加的一些一些比较大的 跟我的这个专专业比较相关的 我会每年都几个展 我自己不但去参观 我还会自己去做展览的 一个是政府开的叫ATX Asian Tech Summit 这是政府开的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层次的一个技术峰会 全球的这个都至少是部长级以上的代表团 来参加这样一个峰会 这是ATX一个 另外一个叫Asian Cloud Conference 就是云大会吧 这个是其实很多会集中在一起 今年是10月份 10月份就我们自己也会在那边做展览 这个我们会去参与的 就是我们主要是参加这两个 跟我们专业比较比较比较相关 当然它有很多很多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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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会 可能回头可以问问那个那个贺总 他们这个他们那个新加坡演这个在那个 Cover这个应该是Cover的比较全的 对对对是 那个所以所以我们也希望 这个现在是跟新加坡演合作来做论坛 我们希望下一步跟新加坡演一起来合作来参会参展 能够有更多的线下交流 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 然后这个有一个问题是问我的 说这个现在中国国内各行业都很卷 卷得很全面 新加坡的科长企业去中国发展如何生存 这个我理解还是一样 就是这个你从这个不是从地缘角度 从产源角度去讲 还是自己优势在哪 就是说如果包括我理解说卷的原因 也是因为其实特色不鲜明 这个优势不突出 优势突出肯定不卷 你看这个英伟达肯定不卷 所以就还是一样 就是我觉得新加坡科长企业 可能还是像刚才这个文教授讲的 如果你是新加坡这个领先的 你的科技本身就 新加坡是全球领先的领域里面 你在那个领域里面去做创业 估计你到中国大陆是会受到广泛欢迎的 因为你代表了全球最前沿的科技 如果你是想做一个 其实和中国没啥区别的东西 那你可能就要一起参与卷 所以这个还是要 还是要这个所谓叫比较优势 找到每个人自己的这个优势去发展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探导的也是 如果是中国优势在哪 新加坡优势在哪 或者说中国人优势在哪 新加坡这个人才优势 包括这个教育优势 包括这个市场优势 这些我们才能找到这个 优势就容易互补 如果说没有明确优势 就只好去参与这个跟别人去卷去了 所以这个文教授我觉得就是 新加坡的一个优势 所以我们就特别强调说这个 下次新加坡一定要这个好好拜访 好好这个这个聆听文教授的这个教诲 这个如何能够能够抓住新加坡的优势 但是顺便我有一个很好奇的话题 是问文教授个人的 就是说因为您是学术上做得很好 但是刚才咱们聊的很多 其实都是创业啊都是产业啊 都是这个产业生态的问题 您为什么对这些事情这么了解 我觉得主要有几个原因吧 第一就是说我来到新加坡之后 我虽然在大学里面 但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 负责我们大学的那个创业创新的 这个学院的院长 所以我们直到开始我也说到 就是说我们大概做了五六年的 那个管理位置去 所以花很多时间了解新加坡的创业 创新的这个生态 第二就是说我也喜欢去鼓动我学人创业 所以我鼓动学人创业的时候 我都要去研究这些东西 然后要去帮助我学人怎么去做这些事情 虽然我没有自己亲自下场 但是我学人公司我一般都是去跟他们 去一线跑一跑看一看怎么去做这些事情 这个也是一个 我觉得我花了些时间去了解这个 新加坡的这个创业创新的生态 我觉得这个 还有就是原来我在从硅谷回来的时候 我把自己定位成一个not typical professor 就是说不是只会做科研的教授 其实我曾经晚上一段时间 我读这个市场调研报告比读培个多 因为我觉得从市场调研报告提炼出来的科研问题 它有更强的这种实际的应用这个场景 所以我比较喜欢看这些 所以我以前的科研的题目 我比较喜欢从读这个科 读这些产研报告去了解最新的东西是什么 那所以像您说您在这个绿色数据中心方面 这个大模型方面领先是不是也是因为在市场 更更多的反馈 所以早点就去这方面去布局去了 那对对 因为我因为我们刚好 我刚好从11年从弯曲回来到新加坡 政府再看就是说以后这个 以后这个经济怎么发展 新加坡要在哪个行业做一些提前布局 然后当时觉得要发展数字经济 这个数据中心必不可守 但是新加坡由于这个地理位置限制 主要是气候和这个电力 以及这个场地限制 我们发展数据中心会遇到很多挑战 所以我们在11年开始 就看我们如果新加坡要发展数据中心 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然后我们就进入研究数据中心 这件事情比较早 当时大家就觉得一个机房嘛 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 因为都很简单就在企业做一个机房 当时IDC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这个大家觉得机房嘛 就没什么可以研究 所以后来我们就觉得 如果在新加坡要建机房 它面临的挑战 跟别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它有很多别的地方 不会遇到挑战 所以我们开始做这个数据中心研究 那到十几二十年后 十几年后大家发现 这个数据中心成为一个 Mission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那这个它的遇到的挑战 当时我们都在新加坡 早期都看到了 所以我们能做了比较多的 在在那个 大家进入这个行业之前 我们就开始做了很多研究 是是是这个是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这个这个您非常有前瞻性 就是真的是这个您十多年以前 研究的问题 现在变成全世界面临的 共同的问题了 现在这个大家都在喊说 数据中心将来这个算力 不是最大的问题 而这个能也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确实很前瞻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 所以这个是一个 就是说 就是说 look back 就是说 其实当时如果去想到 做AI要发展 或者特别是AI的发展 对数据中心这个 基本上是一夜之间 就成为了决定因素 这个特别是这个数据中心 就成为决定因素了 是是是是是 而且这个您您现在刚才说 另一个事很快也会变成这个 这个这个中国可能需要 急需掌握知识 就是您讲这个大量的 在数据中心里面 比如新加坡带动多南亚 我的理解就是说 其实新加坡 做大量数据中心是离岸的 是吧 就不是在不在新加坡的 那现在看起来 因为有这个 因为有这个芯片封锁 估计中国也会设立 大量的离岸数据中心 所以这方面又需要 文教授的经验了 对 这是有可能的 那您您 从您的角度 您预期未来 下一个大热点会是什么 这个 我从来都不预 基本上我每次预测都错的 所以我现在就 一般都不预测下面一个热点是什么 就是说 往往 就是说这一点我非常喜欢 原来Steven Jobs在斯坦福 那个毕业典礼上面的那三句话 第一 stay fully stay hungry 第二 那个connect dots 第三句是什么忘了 就是说进入了很多时候 就是说可能你 经历过了 就是说你经历过这个 往往这个经历过的这些东西 经过多少年之后 可能你可能到时候 你就发现突然它就成为了一个热点 就就比如说我在新加坡 做科研的两个两个科研的方向吧 其实都是说我没有purposely选择 那作为我的科研方向 只是说当时我在做的过程中 我遇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自己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就去花时间去了解这个东西 然后五到七年之后 这个东西成为了一个科研的热点 只是我很久以前就因为做东西 碰巧遇到了这个问题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我会去读这些 除了读那个市场调研报告 我比较那么喜欢读的是那些 是那些pop science的这个 pop science和那个technology那些 就大家谈这个 也不是谈技术 只是谈这个技术跟society的这个关系的 其实很多时候你也能看到一些 几年之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比如我比较喜欢读的一个就是 economics的quartery technology quarterly 那是我最喜欢读的 因为是大家写得非常非常好 就看这个技术跟社会的这个关系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从那方面 还有像美国的一些报纸的 它的那个technology section 我也比较喜欢读这些 就慢慢就慢慢积累这些 然后就碰巧 到那点来的时候 发现这个东西你以前就思考过 或者看到过 是这个让我突然想到一个 这个隔得比较远 似乎不相关的一个一句话 就是一般是形容艺术的 说这个艺术叫原于生活 但高于生活 那我觉得从文教授刚才的 这个讲您的这个经历 您是从生活当中 发现了科研的问题 结果搞出来科研水平 高于生活 高于甚至变成科技前沿 这个简直是太了不起了 您是这个科技领域的艺术家 然后又有一个问题来了 对对对 有个实际问题是说这个 对中国西部地区 发展绿色数据中心 您怎么看 比如说青海去发展绿色数据中心 就是数据中心能不能 因为隔着比如离东部 肯定是需求最大的 但是东部比如能源也不足 然后这个地方也太贵 那如果搁到西部 当然一下就搁出两三千公里以外了 这么发展可以吗 就说这个分两方面看 就说一方面 就说其实假设 我们首先要不要给一个假设 未来这个数据中心主要的 就是AI的应用场景 这样的话就说 一个是trainning 一个是influence trainning放到东部 放到西部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trainning是不需要实施 可以第一线 这个是而且它耗电量 比较大 另外一个是influence influence influence 我觉得放到那边 我觉得是比较难的 因为influence 有食言的这种挑战 或者限制 我还得清楚 influence influence 怎么说 influence influence 应该是推理吧 推理 对对 妈妈不陪啊 9点半之前睡觉 有一位 9点半之前睡觉 陪 现在怎么陪 你问妈妈 可不可以陪 9点半之前睡觉 陪 是不是啊 我想陪啊 我想陪啊 那陪的话 你关灯关用睡觉 我在旁边上手机 好 说 嗯 有一位听众 不小心进入我们的直播间 他在那个 说话 我还不知道怎么的停掉 这个host可以停停掉它 对 现在host是谁 是创业地图吗 对 创业地图是host 他可以mute它 啊 ok 有帮忙 帮忙mute一下 我看课干嘛 我坐在机场 下伙宝宝快点了啊 快点11点快点10点了 哎呦 没有意识啊 躺进来了 嗯 关灯 我也确实是哈 这个都没注意时间 一聊快快 快两个小时了 这个 对对 同样 学到了 学到了好多的东西啊 这个 一方面呢 我们对这个新加坡 确实是增进了好多的理解 而且呢 最主要最主要 我觉得就是发现了 新加坡的这个 独特的价值啊 就是 尤其是在这个 这个科技前沿上 尤其在这个 帮助中国企业全球化 甚至说 不光是帮助中国全球化 就是说 如何共同培养出全球化的企业来 对吧 这可能新加坡是有 呃 特别大的这个价值啊 所以 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呃 这个后续能够一起来做更多的工作 一起来推动一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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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教授本身也做过 原来做过支持 这个 这个创业创新的工作啊 就就 就更棒了 就觉得说跟文教授聊天 他特别有共同语言 因为 因为对这个产业界极其的熟悉啊 特别容易沟通 啊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非常难能可贵的啊 是 懂产业懂市场的教授啊 这个非常难得 那这中间呢 我觉得将来就是这个 可以有很多的 我们一起来探讨 如何能够 嗯 产业发展的这样的事情啊 因为 说实话呢 我觉得就还是 像刚才丽丽的 我觉得说 其实从全球化角度上讲呢 其实日本是做的相当不错的啊 就是啊 但是还有他自己问题啊 比如他的电动车落后了 那是另外一个 但他全球化上 比如刚才我们讲 说他的这个 这个 全球的市场研究啊 做得很好啊 包括说 他的这个配套也是做得非常好 就是日本人的经验呢 是日本企业全球化的同时呢 是 龙头企业代产链相关企业 然后配套企业 包括资本啊 包括人才 都是全球一体化 也就是说 所以我们认为说 全球化还有一个重点 重大的意义呢 是对全球的华人都有意义 也就是说 全球的华人一定会在这个华人企业 全球化工程当中 能够贡献更大的价值 对吧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对我们全球的华人 都是一个福音啊 这个所以 我希望我们的讨论的话题是超越 既从中国新加坡开始 也超越中国新加坡 而是 中国新加坡如何合作 甚至有更多的资源合作一起来 带来这个 这个这个华人企业的全球化的这个 这个这个机会啊 所以这个也是希望以后能够 经常一起来探讨 一起来 甚至说有很多 如何能够落地实践的部分 然后 对 是 对 所以所以这个 因为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 就是 对 对文教授你你也这个 看看那个 你有什么 觉得这个我们 可以一起来推动的事情 或者你觉得这个 就在这个华人企业在全球化这件事上 还有什么事情是应该去做的 我觉得就是一个 排名了 就是说一个 时机 选择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到一个地方 结合当地的这个优势 和我们自己的这个优势 能够去 非常非常creative的去 去做做做新的模式 我觉得这个是 是一个 就是说必经 必经 必经的道路吧 就是说去 就像刚才王农说的 就是说我们要结合我们自己的优势 不要受限于 不受限于一个具体的 地域 也不受限于一个具体的时之间 就是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上面 利用好这些各个地方的 就各个 各个 时间段 各个 各个 空间的 这个群体的这个 这个 特质 特点 能够去 去开发出新的这种 这种 科技创新的模式 产业模式 和落地模式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需要 需要各方 都去 共同去 思考的一些 一些问题 是是是 那还有一个 这个问题是给 这个文章说的 就是在新加坡 学金融 学完了以后 大陆人有机会 留在新加坡吗 不是 还是同样一个人 就是最终取决于 这个EP的这个限制 就是说 就是说 我们的经验就表明 就是说 如果这个 比较年轻 这个 也还有比较 大的这个 发展空间的话 这个新加坡是非常 open to这些年轻人的 所以我一直跟我朋友和 就说新加坡是适合年轻人的地方 嗯 适合年轻人 然后这个 好像这个 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要结束 结果大家急了 还有好多问题 没问云教授 虽然又涌进来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 问云教授 哪些类型的科技产业 适合在新加坡发展 这些科技有什么特点 就是它为什么适合新加坡 这个我还真没有去总结过 因为新加坡是 我们是一个国家 意志比较比较强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我们政府 有比较大的这个 这个 这种 国化能力 基本上我们每隔五年 会有一个 重新这个 作为一个五年计划 然后 它每隔五年 会有一些 微条 可能十年会有一个 那个 粗条吧 五年有个微条 它的 发展 比如像我们 那样说的 我们在2010年代 我们政府比较看 就是这个五个欧 什么 五个欧是CEO 这个 那个 Bio Nano Info 还有一个欧是啥 Aero 这五个欧 那目前这个我们就是AI 这个数字经济 这个就会变得比较比较 就在政府的这个发展难度上面 就 就 就这个战略性比较 比较大 那像您说这个提到的新加坡这个五年的这个规划 这个文件是公开的吗 公开的 公开的 这个在NIF 网站上是有的 那就行了 那对这个我们提问的同学就 简单了 就是做点功课就好 直接把这个 年计划下载下来 研究一下政府想重点发展什么产业呢 肯定这个机会就更大 是吧 对对 然后说这个新加坡有什么数据上的优势 比如在新加坡开设企业是否可以通过交易获取金融交易数据 或者智慧城市数据或者教育医疗方面数据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人工智能的一个石油就是这个数据 如果说我要搞人工智能 我在新加坡来搞 是不是能够获得一些别处不太容易获得的数据 这个可能新加坡 因为他是那个欧美法系 所以他在这方面其实数据管理是很严格的 所以说这边是很难拿到相应的数据 就是很难拿到这种 就是说有数据 但是经过的有相应的管理流程才能拿到一些相应的数据 就是说没有那么 他的成本是还是比较高的 新加坡也有一个自己比较成熟的这种 AI AI governance framework 对应该是在全球 第一个国家提出完整的AI governance 这样一个 framework 我们每隔几年就每隔几年就会在那个 达沃斯论坛我们的总理去那边去 我们出来一个新版的这种AI governance的这样一个 一个 framework 所以我们管管的比较 管的比较细致 明白明白 明白 看起来这个大家还是很关心这个实际的东西 就是如何落地怎么找机会 所以看起来这个当然一个更好几个办法 就是我们一定要组织个团 直接去现场看 现场就现现实问题直接去找解去找答案 可能更好就像这个文教授一开始讲到他自己的 文教授你自己的研究是这样 从现实当中去发现问题 我觉得可能商业机会也是一样 从现实当中去发现可能就会更好的多 所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机会 跟这个文教授 线上线下都多交流 一起来发现问题 一起来这个解决问题 我看这个时间也不早了 那我们最后请文教授给咱们这个 是这个线上的朋友们 这个稍微总结再讲两句 好吧 OK 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个 用那个Charles Dickens的一句话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我们科技人最好的时代 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们科技人最好的时代 是 这个非常感谢这个文教授 这个文教授已经告诉大家了 是科技人最好的时代 所以呢 如果你是科技人你很幸运 如果你不是科技人呢 要尽量混到科技人的圈子里 这个 因为我们提计概念呢 叫做这个赢家集团 就是说这个科技创新会带来差异 如果你能利用科技创新做出自身策略 你就可以赢 但是赢的往往不是一个人 是一个集团 这个 中国过去改革开放40年 大家都是赢家集团 新加坡过去建国70年 非所发展啊 也是新加坡人都是赢家全一部分 但未来呢更多的这个属性呢 会从地缘转向产原啊 就是你选对了科技 选对了领域就可以成为赢家 这个文教授自己就是提前预判封口选对领域的一个成功的典范 所以我们也希望啊 这个以后跟文教授多交流啊 这个 多沾沾这个文教授的这个成功的气息啊 也能成为这个赢家集团的一部分啊 当然也希望更多的华人大家一起全球的合作啊 造成我们在全世界都是这个赢家集团啊 所以呃再次感谢文教授啊 我们也希望这个交流能够持续下去啊 能够更多的线上线下交流 能够啊这个有更多的这个对实际产业实际科技企业的推动啊 最后能见到效果 好啊谢谢谢谢王总邀请 也谢谢啊那个贺总的这个安排 就跟跟王总这个啊 聊了两个都要说 也非常非常非常高兴 也从王总里学了很多很多这个您的经 您的经验 好那这个时间也不早了啊 我们那我们今天就交流就到这儿 好吧 这个再次谢谢文教授啊 也谢谢 这个一直跟着我们的这个视频听众啊 我们下次再见啊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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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